人老了 不要让自己闲着 多做三事 更有福气 一 漫画家方程先生 为自己的话题字 生活一向很平常 骑车画画写文章 养生就靠一个字盲 如果说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机器 那么每个人都可以 每个人都是这个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谁也无法真正停歇下来 如若一个人闲置太久 就会生锈 会坏得更快 年少的时候 或许奔波劳碌 总是渴望有一个长长的假期 可以缓解身心的疲劳 得到彻底的放松 但是当人到晚年 时光真正慢下来时 才发现 人不能总是闲着 尤其是人老了 别总是闲着 生活需要不断去折腾 需要不断去发现美好 人 只有活得有价值感 才会活得不孤独 不无趣 生活总是会给予爱折腾 爱奋斗的人更多收获 人老了 别让自己闲着 不妨把空想和行动 多留给自己 充实你的晚年生活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远离病痛 人老了 不要让自己闲着 努力生活 多做三事 更有福气 二 闲着 孤独与寂寞接踵而来 人老了 生活有了很大的转折 退休之后 一下子变得清闲起来 也许会很难适应 这样的生活 人老了 要学着调整自己的心态 不要认惰性自由发展 今婚中的同志 退休后 很不适应慢下来的生活 用妻子文力的话说 就跟闹猫似的 吵得一家人不得安宁 就像是患上了退休综合症 同志在家闲着 觉得浑身难受 接受不了 没有人理的那种落差 总觉得 自己一下子变成了 没用的人 本来以为退休 可以享清福 没想到空虚寂寞的日子 是这样的难熬 同志每天在家里 跟妻子闹 就是一种发泄 但是人到晚年 其实可以转移注意力 不管是继续工作 还是培养兴趣爱好 都可以作为未来的方向 让自己再次忙碌起来 生活太闲 容易变得空洞 无所事事 便会让自己觉得活着 仿佛已经没有意义 人老了 多从不同的角度 去扩宽人生 不要让时间白白地浪费 更不要为难身边的人 人老了 或许能力不如之前那么强大 但可以制定 适合自己现在状况的计划 依然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 三 人老了 力所能及的劳动罗曼 罗兰说 生活中最沉重的负担 不是工作 而是无聊 人老了 或许很多精密的活 做不了 思维能力也会比较迟钝 或许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但是 在这个世界上 工作有很多种 总会有适合自己的 总会有让自己做得开心快乐的事 不要放弃 尝试着让自己忙碌起来 不管是种花种草 还是发挥余热 都能重新找到自己的舞台 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 人老了 力所能及的劳动 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 一方面可以活出自我的价值 做家务活 虽然不轻松 却可以让自己有舒适的生活环境 做做操 跳跳广场舞 多运动一下 提升自己的健康标准 让自己精神饱满 活得更加有活力 别让自己闲着 忙碌起来 是最好的养生方法 晚年的时光里 健康是宝贵的财富 劳动也是维持健康最佳的方法 不妨从劳动中提升 晚年生活品质 四 人老了 别停止学习 这个世界上 或许工作会戛然而止 梦想也总有完成的那一天 但是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需要不断地去探索和研究 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兴趣点 有的喜欢音乐绘画 有的喜欢唱歌跳舞 有的喜欢赏花下棋 有太多的领域 值得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去深耕 并且会在这些领域得到更多的乐趣 人这一生 有事做 便不会觉得无聊 便会碰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感受到人生更多的快乐与满足感 人老了 别停止学习 找到新的兴趣点 别让自己与社会脱轨 当一个人 能够把握好自己的人生节奏 就不会觉得寂寞空虚 不会在这种负面情绪中迷失自己 闲太久 会瓦解一个人的斗志 会让人越来越累 内心会有很多恐惧和迷茫 会引起很多的焦虑 也会有更大的压力 生活其实就应该这样 有追求 有目标 有事做 人生就会很有意义 并且可以过得精彩分成 人到晚年 别让自己闲着 努力生活 人生会过得更加充实 人老了 要送给自己三个字 在路上 不要停下来 要么在锻炼身体 维护健康的道路上 一直走下去 要么在学习提升 不断丰富自己内涵 不停地学下去 不要让自己闲着 一定要走在向上的道路上 充实 美好的人生 会让人收获更多的幸福感 一个人有事做 生活就会充实 别闲着 别停下来 让自己力所能及地努力付出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人老了 有目标 有理想 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会活得充实有意义 还能体会到成功的快乐 生活也会更加幸福和满足 人若有好命 人若有好命 会在五十岁左右 会给出以下信号 一 引言 命运 如同一条 没有规律的线 弯弯曲曲 起伏不定 在人生路上前行 每一个人都希望生活是呈现上升的趋势 希望得到更多的爱与幸福 宁愿好坏 与每个人的言行举止有关 一个人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其实离不开自己如何对待自己 如何对待身边的人 人若有好命 会在五十岁左右 给出这三个信号 如若你遇到了 就好好珍惜 二 被家人善待 身边有人呵护 爱是良药 可治愈一切 一个人 不能没有家的温暖 不能没有亲人的呵护 肖伯纳说 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 而同时 也蕴藏着甜蜜之爱的地方 不管你在外面受到多大的伤害 推开家门 看到孩子纯真的笑容 看到伴侣忙忙碌碌的身影 一大桌子饭菜香气扑鼻 心里就会感觉到温暖 嘴角就会上扬 给家人一个大大的笑脸 由衷地感觉到幸福 人到五十岁左右 如果能感觉到家庭的温暖 那么生活就会别有一番滋味 家 给人带来希望 人到晚年 有家人的理解 支持和陪伴 会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 让人不服输 不畏惧 不孤独 即便 遇到再难走的路 也会选择坚持下去 幸福就是 被家人善待 身边有人呵护 有人陪伴 三 身体健康 干活 做事有冲劲 好命的人 到了五十岁 身体健康 很少生病 有灵活的头脑 可以挑战各种工作 体力比较好 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比较年轻的状态 生活家中的邱小霞 女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 她仍然充满热情 拥抱生活 一开始 她在酒店做清洁卫生工作 后来才和王世成一起开烧烤店 知道王世成想用好的桌椅 但预算不够 就立刻给她想办法 她让她进了一些马闸 帮她去火车站卖掉 通过这个方法 凑够了买好桌椅的钱 让王世成特别佩服 她勤快 能干 精明 心灵手巧 随手支个漂亮的包 让闺女在网上卖掉就可以换钱 一个人身体健康 有事做 做事有冲进 生活就有盼头 人到五十岁 自己有能力赚钱 花钱也会很踏实 苏霍姆林斯基说 良好的健康和充沛旺盛的经历 这是朝气蓬勃感知世界 焕发乐观精神 产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意志的一个极重要的源泉 身体好 头脑灵活 对生活就会充满希望 做事有冲进 心怀希望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都相信 只要自己不放弃 一切都能好起来 四 儿女孝顺 又有出息 不操心 斯汤达说 老人受尊敬 是人类精神最美好的一种特权 作为父母 有大半生 是为了子女而活 辛苦赚钱 希望他们吃饱穿暖 受到良好的教育 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当他们长大 能顺利步入社会 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不再需要父母 为其付出 人到五十岁 儿女孝顺 又有出息 不用再操心他们的事 这就是一种幸福 有的人 到了五十岁 还过得很焦虑 每天都在为了儿女的事操心 儿女孝顺 关注你的身体状况 督促你养生 锻炼 让你不要舍不得吃穿 多对自己好一点 每天回来 都能给你讲讲 他都经历了哪些事 获得了什么样的进步 让你为了他而感到开心 有这样的儿女 晚上做的梦 都是香甜的 整个人放松下来 过着舒服闲适的生活 人过半百 儿女孝顺 不用为其担心 就能过得福气满满 人生之路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其实都靠你自己掌握 如若 你为家付出更多的爱 那么家人 也会好好爱你 给予你更多的关怀与呵护 爱惜自己的身体 借掉坏习惯 注意养生 养育好子女 待儿女长大了 生活和工作都很顺利 不再需要父母照顾 开始回馈父母的恩情 生活会更美好 走好未来的路 珍惜线下拥有的一切 命运会一直眷顾你 让你体会到更多的幸福 人活着 管好自己就行 其实 人活着管好自己 就可以了 不要去管别人 不要去操别人的心 去管别人 去操别人的心 其实就是给自己增添烦恼 为什么有时候 明明我们是好心的 我们的好心 却不能够得到别人的理解 就是因为我们超了 我们超出了自己的界限 我们踏入了别人的界限 所以说 我们是愉悦了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这件事情 是我们该管的 其实这件事情 并不是我们应该管的 诚然 只要每个人 人人都管好自己 这个世界 就会多一份美好 这个世界 就会多一份通透 这世界 就会多一份幸福 一个人 能够管好自己 管好自己的 衣食住行 管好自己的所有 这无疑是不给社会添乱 人人都有一颗 做好自己的心 那这个世界 就会少了很多烦恼 少了很多麻烦 人活着 管好自己 就可以了 别不知道 一 管好自己的心情 人活着 为什么要管好自己的心情 因为人活着 很多时候 很多麻烦 就是因为自己的心情 而引起的 如果一个人 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心情 让自己的心情 处于平和的状态 不急不躁 从从融融 坦坦荡荡 那无疑是最美好的样子 一个人的心情好不好 决定了他的幸福指数 有多少 一个人心情好了 他的身体就会好 大部分的身体不好 都是因为心情不好 所以 想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必须拥有一个好心情 一个人成熟不成熟 就看他的心情能不能被他自己所掌控 掌控好了自己的心情 掌控好了自己的情绪 就是掌控好了自己的人生 哪怕大风大浪 哪怕波涛汹涌 只要你的心情是平复的 只要你的心情是平稳的 你就能够安然地度过难关 所以人活着 管好自己的心情最重要 别再乱发脾气了 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的将来 好好克制吧 二 管好自己的当下 一个人如果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当下 其实也就管理好了自己的将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下你都掌握住了 你拥有了基础 那么未来你还担忧吗 其实我们能够真正抓住的 也就是我们的当下 未来是不可控的 随时会有意外 我们能抓住当下 那就抓住吧 不要让当下成为了昨天 才在那里懊悔 才在那里患得患失 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体验 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过好当下的体验 我们体验了整个过程 我们也就收获了结果 我们过得幸不幸福 我们过得快不快乐 其实很多时候 就在于我们的当下过得好不好 昨天已经逝去 我们已经无法再挽留 再美好也只是曾经 只有抓住了当下 只有抓住了现在 我们才抓住了我们幸福的模样 所以人活着 管好自己的当下就好 管好了自己的当下 你就赢得了漂亮的人生 三 管好自己的工作 不为柴米油盐而烦恼 我们之所以能够保障 我们幸福的生活 就是因为我们管好了自己的工作 对自己的工作有规划 对自己的工作有真诚 对自己的工作有真心 而不是敷衍 其实一个人最聪明的地方 就是管好自己的工作 工作的时候 好好工作 不去说他人的是非 不去把时间浪费在无所谓的人和事上 知道为自己的将来而奋斗 知道为自己的将来打基础 当你管好自己的工作 你的生活将不再因此而发愁 不再为柴米油盐而烦恼 管好自己的工作 就是一份底气 就是一份从容 就是一份踏实 无论这个世界和如何变 你的内心里从来都是有底的 你的内心里从来不慌张 这也就是你赢在别人的原因 所以人活着 管好自己的工作 这才是人生当中最应该做的事 因为你的未来不再只是未来 你的未来在今天 你的今天就是明天 管好自己的工作 成就幸福的生活 很舒服的一段话 治愈人心 一路走到 我们都不容易 都经历了很多坎坷和波折 心藏住很多心酸 没有人懂 没有人理解 渴望人懂 渴望能有人依靠 或许你正在经历住人生的低谷 也许是丢了工作 不知所措 面试了很多次 依然没有找到工作 心情也非常低落 也许是你在感情上遇到了不顺 遭遇了背叛 自己付出了那么多 到头来还是爱而不得 也许是你努力了那抹酒 追逐了那抹酒 却一夜之后 化为了空白 你不干 你不服 你心里不爽 也许是你检查到身体出现了大问题 一时接受不了 这样的倒霉事怎么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于是想不通 也无法接受 把自己关闭起来 不见别人 情绪也非常无常 不管你是哪一种情况 其实人活着都不容易 人活着始终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事事难料 人生无常 遇到什么事情 其实都不要慌 不要说放弃 生活依然要继续往前走 就算生活很难 还是要好好过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其实都有自己背负的责任和压力 心中的委屈和苦楚 或许很多 也没有人能够理解 但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爱自己 坚强一点 看开一点 这么多年 一个人走过来 应该看清了一些人情事故 也看透了事态炎凉 往后的路 还是要靠自己走 不要去指望和求人 人生所有的不顺和逆境 就学会坦然接受 就学会坦然接受吧 没有什么事过不去的 只要你不放弃 只要你熬得住 只要你挺过去 别担心 别着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一切都会慢慢步入正轨的 人这辈子 关于工作这件事 能够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 当然是好 但是每一份工作 其实都是一样的 工作上的事情 总会有不顺心的时候 哪怕有一天 你失业了 你也不要抱怨 更不要想不开 放平心态 此处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 工作没有了 那就重新再找吧 不要因为一份工作 而跟别人较劲 跟自己过不去 生活照样要过 没有人会管你死活 只有自己过顺心了 才能让自己拥有幸福的生活 如果人生理时 再有很大的压力 让自己喘不过气来 那就要学会适当地 去发泄压力 有人去运动 有人去爬山 有人听歌 有人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有人吃甜点 找到适合你的方式 让自己轻松下来 让自己快乐起来 人生就是这样被治愈的 人这一生 关于感情这件事 要随缘 别抢求 感情是抢求不来了 爱的时候就好好爱 不爱了 也别耽误别人 更不要伤害别人 缘距缘散 缘起缘灭 学会随缘和放手 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 眼前的这个人 你在喜欢 然而对方不爱你了 一厢情愿和抢求在一起 都不会有幸福 最好的感情 永远是双向奔赴 不要卑微讨好一个不爱你的人 对方不懂得珍惜你 那就不要再付出了 你的好 应该留给那个对的人 没关系的 原来原去 这段感情过去了 就放平心态 迎接下一段感情就好了 错的不去 对的不来 所以 你别着急 也别担心 感情这件事 本就要随缘 缘分到了 是你的 总会眷顾你的 人这一生 关于生活这件事 冷暖自知 就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 活着吧 一岁一枯荣 草枯了 来年可以继续发芽 花落了 来年还会再开 而人生只有一次 失去了就回不来了 人生苦短 好好活在当下 好好感受生活 看开人生 所发生的一切 接纳生活的柴米油 盐酱醋茶 接纳人生的 一地鸡毛 既然活着 就不要白白浪费 好好给活着 积极面对 人生的苦难 积极面对 悲欢离合 生老病死 人生如梦 岁月无情 默然回首 才发现 人活着是一种心情 每个人都会老去 放松心态 放宽心情 无法左右的 我们就学会看淡 学会随缘 这一生的路 坎坷无数 没有谁能预知 下一秒有何事发生 我们能做的 除了珍惜当下 就是做好自己 人老了 老同学突然联系你 请小心 一 每一个人 都像是时钟上的秒针 随着时间不断地转动 一刻都不能停歇 一步留神 发现自己已经老去 老了之后 没有了年轻时 志同道合的那些伙伴 没有了像曾经那样 意气风发 为着同一个目标 努力奋斗的人 朋友们会渐行渐远 孩子们也都渐渐长大 最害怕的不是离开这个世界 而是活着的孤独 远远的村庄中写道 孤独是非常必要的 一个人在孤独时间所做的事 决定了这个人和其他人 根本的不同 一路走来 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一件件往事历历在目 终究有那么一天 会一个人面临孤寂 脚步蹒跚 身边没有人可以作伴 人老了 孤独就像是影子一样 无论走到哪里 他都悄悄跟随着你 昔日不曾联系的老同学 突然联系你 仿佛给人生增加了温暖的色彩 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 才渐渐看清 原来老同学突然联系你 一定是有原因的 一般逃不过三个原因 请小心 二 联络感情 开口借钱多年未见的老同学 从第一句你好开始 有可能就是在编织一个大网 用友情当作诱饵 把你当成猎物 有一些不曾联系的同学 突然联系 可能是为了找你借钱 在短暂地和你寒暄之后 便开始倾诉 自己的生活有多难 生活有多苦 希望作为老同学的你 能伸出援手 帮他一把 其实 许久不联系的老同学 在遇到困难后 突然间联系 不过是因为他自己遇到了麻烦 想要碰碰运气 看在你身上 是不是能借到钱 许久不联系的老同学 和你表现得很熟络 往往不寻常 如果 老同学总是感慨 生活艰难 诉说最近这些年 吃过多少苦 受过多少累 总是想博取你的同情心 想让你主动救济他 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同学之间 多年未见 早已物是人非 彼此也变得非常陌生 不要被老同学的故事 所蒙蔽 虽然那张面孔 没有多少变化 但是他的心绝对不会再有之前那样纯净的情意 一个人借钱 一定是他会先找他身边熟悉的人借钱 许久不联系的老同学 想找你借钱 大敌已经把他周围的人 借遍了 如若 你将钱借给他 他可能没有归还的能力 不过是借着同窗情意 换取他想要的金钱 三 利用同窗情 求你办事许久不联系的老同学 突然联系你 可能是想利用人脉 求你帮他办事 人生路上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但是仍然会顾及一份人情 尤其是重情重义之人 总是看在当年就同窗的份上 会给老同学几分薄面 但是老同学可能是在利用重情重义的人 苦苦哀求 希望能走一些捷径 帮助子女或者自己 让自己的日子更上一层楼 对于许久不联系的老同学 彼此相聚在一起 聊一聊过去的那些往事可以 请他吃顿饭也无所谓 一些小事情彼此相互帮忙 也无伤大雅 但是不能强人所难 如若老同学所求之事 很过分 如果为难 就直接拒绝 人生路上 没有分寸感的老同学 不值得深交 同学 一味地利用同窗情的人 也不值得深交 不要轻易成为别人利用的棋子 一次拒绝之后 对方就会知道 你的脾气 不会再敢轻易开口 也能让生活 恢复到以前的安宁 平静状态 四 消避孤独 找人买单 人老了 因为孤独 总是忍不住 总是忍不住去联系老同学 时常聚在一起 吃吃吃喝喝 似乎很热闹 很开心 其实 有一些许久不联系的老同学 突然联系你 参加各种聚会 消遣孤独 其实是想找人买单 如果 老同学 总是频繁打扰你 邀请你聚会 邀请你买单 那么 请果断拒绝来往 当一个人 只浪费你的时间 排解他的孤独 不能带给你正面的能量 整日缠着你吃吃喝喝 却又十分小气 从不买单 这样的老同学 是在消耗你 慢慢地疏远他 学会拒绝他的邀请 慢慢地远离他的世界 不要为别人的愁苦买单 不要被许久不联系 却又突然出现的人 所影响 人生很宝贵 没有任何理由去浪费 真正在乎你的老同学 会在和你做朋友时 在乎你的感受 懂得礼尚往来 不会一味地消费 你的时间和金钱 人老了 请学会择友 学会管理自己的圈子 不管自己有多孤独 不要随意结交朋友 不要随意将自己的真心 交给别人 爱因斯坦说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 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 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 人老去 会害怕孤独 渴望多交朋友 排解孤独 但是面对人际关系 要保持清醒和冷静 一些很长时间 没有联系的朋友 要重新审视对方的为人 重新拾起彼此之间的友情 也需要再次考察老同学的人体 好的友情 需要慢慢地累积 人心更要通过时间来检验 如果 许久不联系你的老同学 突然联系你 看出他的居心不良 就要懂得保护好自己 学会拒绝 不要为人际关系所累 人生 没有多少光阴可以挥霍 也没有多少钱财 可以花给不值得的人 对于不常联系的人 不要太快付出真心 如果他们突然与你发生联系 应该保持警惕 多年不见的老同学 如果真的想保持彼此之间的情谊 总会有书信或者电话往来 彼此之间会时常问候 用心维系彼此之间的友情 呼尔 以晚秋 最新美闻呼尔 以晚秋 行走在森林公园的小径上 看到了满地枯黄的落叶 周围一片枫叶林 不禁感叹到秋天的美 此时此刻的我 想起了杜牧那首 远上寒山时径邪 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 双叶红于二月花 的古运诗意 请客永满心怀 特别是最后一句 双叶红于二月花 晚秋的枫叶 比二月春天里的花还艳丽 跟有人同行于此 尽情地欣赏住枫叶的美 直到走的时候 都流连忘返 不知不觉 已经到了晚秋 这是一个多情的季节 可以回忆起很多往事 因为秋天的景色 是多么地动人 让人一看便会触景生情 随着被风吹动的叶子 而颤颤发抖 秋深了 秋凉了 有些人 有些事 有些感情 却涌上了心头 变成了一股暖流 让自己赤脸通红 晚秋 森林中染上了 渐变的颜色 叶子在树上晃动住 看似经不起 风儿的追赶 挂在树枝上 慌张地乱了脚跟 而落了下来 她和她的感情 犹如叶子遇上了风 心跳加速 在接触中 乱了自己的思绪 当自己深深爱上之时 男子犹如风儿来了 又走了 留下一片荒凉 一到深秋 她便触景生情地 想起了那个男子 偷走了自己的心 却不留下一丝痕迹 那天 那人 那景 从脑海中浮现出来 她其实想要忘记 但是忘记一个人 真的好难 她自己一个人 承受住所有的寂寞 在黑夜中消沉 始终等待一人归来 多么想要靠近她 给她一个拥抱 却这是一个人的情节 唯有自己 才能去解开 旁人看住只能默默地 站在她身后 当她需要时候的那一梁柱 靠一靠 也挺好 晚秋 当火车开出了这座熟悉 又陌生的城市的时候 心中太多的遗憾和错过 都留在这座城市 望住车窗外的霓虹灯 打开了离别时 她送给自己的信件 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 还没见到双将的城市 却看见了有人在哭泣 左眼的悲伤 右眼的倔强 踢住之己送的花衣上 随着火车离开了 这座多年为梦想而奋斗的城市 她带住一丝忧伤 回到了那个海边小镇 或许你的人生 也有惊慌失措的时刻 人生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 在一次次的选择中成为了定局 我们谁都不能随便去评价 别人的人生 因为人生五味杂陈 冷暖自渡 是苦是累 是喜是悲 都由自己而扛 见过太多从大城市 落荒而逃地回到了自己老家的人 他们或许是在那里受到了什么委屈 受到了什么挫折 受到了什么伤害 但已有的人是衣紧还乡 带住喜悦回来 满脸的幸福感 人生路上风风雨雨 不一样的人生 不一样的故事 不一样的精彩 不要轻易地否定别人 也不要轻易地放弃自己 更不要盲目 追逐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社会现实 人情冷暖自知 如果说日月轮回的四季 是一幕跌宕起伏的戏剧 那么 我们每个人都是剧中人 每个人都扮演住不同的角色 尽情地演绎住自己的精彩人生 我听见了秋天的声音 仿佛在对每一个人说 人生路远 且行且珍惜 我听见海浪的声音 站在城市的最中央 于公路上的人 向前不断地奔跑 此去今年 生旅漫长 还会遇见无数个 花开夜落的季节 唯念 生命从容 自度人生冷暖 品味人生 五味杂陈 安稳到老 有些人需要我们一生去怀念 有些人在线之后 永远不要再见 有些人需要我们一生去怀念 而有些人 有些事需要我们一生去忘记 有些人在线之后 永远不要再见 我们感恩于父母的养育之恩 我们感动于 朋友之间的执心之交 我们的人生中有 这些温暖的亲情友情 我们才会感觉到人世间的美好 滴水之恩永泉 而相报 陌生的人给予的温暖 更应当终生铭记 岂不闻韩信一贩千金的故事吗 师范的老玉 焉会求韩信的回报 他只是施舍出自己的一片怜悯之心罢了 而受饭的韩信 却有一颗感恩的心 在自己无依无靠 连一顿饭都没得吃的时候 有那么一个陌生的老妈妈 从自己仅能糊口的一点干粮中 分出一半来 给自己这个无父无母的浪荡子吃 韩信立刻感受到荒凉世界中的温暖 他承诺自己发达了 一定要回报这个老妈妈 后来 韩信助刘邦夺得天下 被封为楚王 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 找到那个已经白发苍苍的老妈妈 送给他一千两黄金 也由此可见韩信是各种情重义的人 平凡的人被我们怀念是因为感激感动 有情有义 而伟大的人被我们仰慕怀念 是因为他们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千秋功业 和言传身教的完美人格 孔子的知气不可畏而未知的就是情怀 为了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延续 不惜自己惶惶如丧家之犬 而奔走于各个诸侯之间 最终孔子的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 孔子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圣人 受到我们世代的敬仰 我们的周恩来总理之所以被我们怀念 是因为他那高尚的人格和鞠躬尽脆死 而后已的为民奉献精神 多少年过去了 有多少人还在怀念他那亲切面容 有多少人还在谈论他杰出的外交能力 有多少人还在赞美他那光明磊落的胸襟 一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怀念和膜拜 有多少人被怀念 又有多少人被我们愿意永远遗忘 这是监读韩信愿受胯下之辱吗 没有人愿意接受别人的欺骗 冷落和冷嘲热讽 没有人愿意为你付出 却换来你的狼心狗肺 没有人愿意接受不白之冤 没有人愿意接受毫无理由的胯下之辱 无缘无故的人不要给我们无辜的伤害 我们曾经是朋友 却变成冤家路窄的敌人 相互仇视相互伤害 我们曾经是爱人 却要离婚成末路 横眉冷对 纠缠不休 有些人我们花一生的时间来忘却 有些人在线之后 永远不要再见 借出去的钱 少去催药衣 钱是一块石心石 谁的心里有你 借一次钱就知道了 因此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向亲戚朋友借钱 最经不起考验的是人心 最捉摸不透的是人性 那些考验人心的人 多半都寒心了 当然 如果有人向你借钱 你要磨拒绝 要磨痛痛快快答应 别磨叽 当然 钱 借出去了 就别去催药了 二 不去催药 是给人留面子 作家三毛曾说 与朋友之间 不要有金钱来往 不要借钱给朋友 要是你借钱给人家 就像胡适先生一样 我借了 就不要求悬 林语堂在1919年的时候 向在北大任教的胡适借钱 林语堂来信说 能否由尊凶做宝他人借贷一千美元 代我学成 归还 后来 林语堂学有所成 生活上 也慢慢脱困了 他准备还钱的时候 才发现 胡适借钱给他的事情 从未向外人说起 也没有打算催药 一个人不是落魄到一定的地步 是不会开口借钱的 如果别人开口向你借钱 多半是穷到了极限 你要是催药别人还钱 别人还不起 场面非常尴尬 那些有良心的人 即便不去催药 也会主动还钱 万一他一辈子都还不起 起码这份恩情还在 他会记得你的好 借钱 从一开始 你就要抱住一种施舍的心态 不管对方是不是还钱 你都要听之人之 一切都交给对方做主 也就是说 你放弃讨债的主动权 人要脸 树要皮 大多数的人都是要脸面的 因为借钱闹翻脸的事情 真的不少 我的一个堂弟 前年的时候 因为父亲住院 向大姑借了两千块钱 大姑家建新房子 需要花钱 就催我的堂弟 尽快还钱 当时 堂弟正在东莞 还弄丢了工作 堂弟接到催债的电话 立马就说 大姑 我是一个失业人员 你问我要钱 也看时候啊 堂弟的话 让双方的关系 顿时就僵住了 过年的时候 堂弟也没有去大姑家拜年 似乎两家人 接仇了 事实上 堂弟有还钱的打算 但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穷人的面子 也是面子 可是他没有办法去挽回 如果一个人心地善良 那么他一定会想办法还钱 你不会向善良人催要钱 他还会感激你 同时内心会有愧疚感 三 借钱不还的人 催要也没有用 那些没有良心的人 你去催要钱 无疑是要碰一鼻子会 这年头 总有一些人 借钱的时候 乖巧得很 可以说一箩筐的好话 但是钱到手了 立马就翻脸 或者躲起来 谁都联系不上 你找他要钱的话 他比你更高调 让你对他阿谀奉承 对于借钱不还的人 你坚持去讨债 去一次 就难受一次 伤害了自己 早些年 我们家住在乡下 邻居家的孩子 要去东莞打工 没有路费 我的母亲听说后 拿了两百块钱给他 我的父亲很生气 他们家 在村里是出名的老赖 什么时候 看到他还钱给别人了 你还借钱给他 真的少一根金 俗话说 借疾不借穷 母亲的做法 也没有错 毕竟 借钱的时候 邻居家也是 钱驴技穷了 过了三四年 邻居一直没有还钱 母亲并不在乎 倒是父亲很生气 骂了一句 借钱不还的人 应该是拿住 钱去买药吃 父亲的话很难听 也很快传到了 邻居的耳朵里 从此 两家的关系 越闹越僵 直到我家搬到县城居住 这才安宁 为了一个老赖 你却生气好几年 有必要吗 问天问地 问良心 你借钱给别人 那是你的善举 别人会不会还钱 那是别人的事情 相信他们的内心 是做贼心虚的 日子并不会安宁 老话说 心安是福 借钱不还的人 心不安宁 怎么会幸福呢 他一直不还钱 你就一直让他不安宁吧 也许 恶有恶报 他自己会得到老天爷的惩罚 四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当然 不去催要借出去的钱 不等于助纣为虐 不能助长了社会上的歪风陋习 在唐朝的时候 借钱不还的人 只要借的钱超过了一匹布的价钱 就要被打二十大板 如果继续不还钱 就追加六十大板 慢慢翻倍 自古以来 对付那些借钱不还的人 总是有对应的办法的 因此 那些恶意欠钱的人 你应该拿起法律武器 让他低头 既然他不仁不义 你又何必对他客气 该翻脸的时候 还是要翻脸的 但是 你别把这件事 太放在心上了 否则就变成了一块心病 想一想 你的心病 是自己花钱买来的 多不划算 用借出去的钱 泼出去的水之类的话来 安慰自己 才能心态好 免得生气 三毛还说 付出金钱 买来的东西不会等值 付出精神 挣来的金钱 也不等值 向人借钱 总恨不得对方慷慨解囊 归还欠债 天天心疼不乐的居多 借钱想多借 还钱想耍赖 似乎是穷人的私心 真正家庭贫寒的人 你帮他 不管他是否准时还钱 这份恩情还在 那些心穷的人 你借钱给他 无疑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借钱看人品 还钱看良心 借来借去借成仇 何苦呢 既然你愿意借钱给别人 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爱 不到万不得已 别去催药 免得伤心 2018年 转眼就要到了 我们送走喧嚣的2017年 那些得得失失 转眼都成为了过去了 站在2018年的大门口 我们最想拥有的 应该就是2018年 将要带给我们的福报了 那么 在接下来的一年 我们究竟要怎么做 才能拥有2018年的福报呢 首先 做人善一点 福报一整年 做人 一定要善良 这是毋庸置疑的 善良 不是软弱 不是低声下气 善良 是一种修养 是一种美德 真正善良的人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往往能够容忍 能够大度 真正善良的人 天会又知 而作恶多端的人 即使看似过的美好 那也不过是时候 味道而已 所以 做人 一定要懂得与人为善 懂得孝道 懂得牧林友好 懂得多多忍让 这样的人 2018年 福报肯定一整年 第二 做人勤一点 福报一整年 勤能捕捉 勤能生财 勤能赢福 所以 做人 要勤奋一点 2018年到了 我们一定要懂得勤奋工作 勤奋做事 勤奋地养家糊口 用我们自己的努力 来换取自己幸福生活的 保障和基础 用我们自己的努力 来获得我们成功的宝贵经验 而我们的努力 就是我们 福报一整年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三 多给予一点 福报一整年 人和人之间 如果只存在着利益关系 那是非常可悲的 因为利益关系发展到最后 只能是唯利是图 所以 我们做人 千万不要只顾利益 而丢失了做人的底线 2018年到了 让我们多付出一点 多给予父母更多的孝道 多给予爱人孩子 更多的亲情和关爱 多给予同事朋友 更过的关心和帮助 这样 我们就能在2018年 收获更多的欢喜和福报 第四 做人圆通一点 福报一整年 做人 无疑是需要圆通了 太尖锐 往往伤了别人 也伤了自己 古语 杀敌一万 自损八千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做人圆通一点 得罪的人 就少一点 自己也看得更开一点 这样 自己的心情 也就舒畅多了 生活的滋味 也就更能品味出来了 同样 赏心悦目的日子 自然福报多多 快乐多多了 第五 养生多一点 福报一百年 其实 健康就是一种福气 就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 所以 我们要想方设法 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 想方设法地 让自己健康起来 平时 要懂得养生的知识 不要过多地 消耗自己的身体 不要再三地 让自己的身体 超负荷运转 一个人 如果失去了健康 就几乎要失去自己 福报的根底 所以 懂得养生 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们的福报 才会维持一百年 当然 人生之中 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我们 好好地对待 但以上的这五件事情 我们做好了 2018年 我们的福报 就会接二连三地来找你 好好做人 好好做事 热爱我们的生活 热爱我们身边的值得爱的每一个人 是我们拥有福报的根本 2018年到了 就让我把这五点和佛教歌曲 大悲咒 送给各位朋友们 祝福各位朋友 2018年 福报一整年 很漂亮的五句话 雾透人生 精辟 岛屿 很漂亮的五句话 雾透人生 一 人生 不谈亏欠 珍惜胜过一切 人这一生 不管是遇见谁 跟谁分离 为谁付出 其实都不不需要说亏欠 因为付出都是心甘情愿 你在付出的时候 其实是享受这个过程的 所以 哪怕结局不如你愿 也不必去谈亏欠 因为人生没有亏欠 同样 别人为你付出 也是因为对方喜欢 所以 懂得珍惜所有的付出就好 无论你这辈子过得怎么样 都是你自己的因果 不要去抱怨别人 更不要去说别人亏欠了你 人生一辈子 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都是靠自己 无需责怪别人 都是自己的选择和付出 人不管是普通还是初衷 都有各自生活的意义 都有自己的人生价值 人与人之间 没有亏欠 一切都是心甘情愿 别用亏欠来纠缠 情出所愿 就无需后悔 二 人生短暂 不问过去 不问归期 不问人心 人生匆匆 在这趟旅途中 我们都会经历 坎坷与不顺 也会遇到美丽的风景 每个人的人生 都其实起起落落 因为这是人生的常态 我们不问过去 要让过去的成为过去 不管曾经是美好 还是不堪 不管曾经是富贵 还是贫穷 我们都尽管活在当下 放下过去的所有 只有向前看 才能重新开始生活 我们不问归期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你尽管努力 尽管尽人事 然后听天命 相信哪怕是 与愿违都是暂时的 而一切都是另有安排 你所有的努力 都不会白费 你所有经历的事情 都会成为 你人生中的一种经验 成为你始向 未来的铺垫 所以 只有咬牙坚持 不问归期 便是未来可期 我们不问人心 不管这一生 我们遇到了什么人 我们尽管做好 我们自己 而记住别人的好 人心其实 谁都很善变 这是不可否认 而我们做到 问心无愧就行了 其余的 不用理会那么多 三 人生中的舍与德 都是相对的 有一句话说 当你紧握双手 里面什么也没有 当你打开双手 世界就在你手中 人生有舍财有德 握不住地杀 不如扬了它 于是当你学会了舍弃 你便获得了轻松 人生得失 就是这么奇妙 如果你总是放不下一样东西 那模拟就会活得很痛苦 如果你舍得放下某一段过去 某一件东西 放下心中的执念和欲望 那模拟的心灵 就会得到了释放 人也不必永远提住情绪上路 而是轻松做自己 越是舍不得 越会失去最珍贵的东西 所以 有时候选择放手 也是一种得道 四 莫生气 会让别人得意 而气坏的是自己 生活不是用来生气的 而是用来过得幸福快乐的 生活会是一地鸡毛 但是如果我们为了生活的 这些小事 而生气 消耗的就是自己的经历 人与人之间 因为一点事情就生气 就动怒 别人根本不会同情你 反而得意 因为你一生气就输了 生气 只是拿别人的错误 才惩罚自己 伤心又伤身 经常生气的人 身上总是充满了负能量 谁见了都不敢靠近 因为会影响心情 所以 我们要学会释怀 放下烦恼 开心做自己 凡事看开一些 心宽一点 才不会活得太疲惫 五 人 要在岁月中修炼自己 岁月不断地流逝 一岁年龄 一岁心境 我们要在岁月中 修炼一颗平常心 宠辱不惊 闲看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漫随天外 云眷云书 我们要在岁月中 修炼一颗包容的心 包容别人的缺点 包容别人的过错 包容自己的一切 包容人生发育到的一切 学会跟自己和解 与世界和解 我们要在岁月中 修炼一颗豁达的心 淡然人生起落 笑看人生坎坷 坦然接受所有的悲欢离合 顺其自然 随缘而安 在岁月中 修炼自己 如同那一句 回首向来潇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